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在10月份意大利足协官方宣布23岁 效力纽卡素的中场球员当拿尼会全球被禁赛 这个禁赛的时间是10个月的 再加8个月就是一个替代条款 用什么来替代呢? 就是戒斗治疗以及至少16次面对面的听证会 而且还要罚款的 罚款的金钱是2万欧元 不过现在最新的麻烦又出现了 我相信大家这两三天看到的消息都会见到的 英格兰捉中官方发表了一个声明 表示当拿尼在去年的8月份 以至到10月份之间 有在一些足球比赛上投注的 8月份到10月份 即是他已经转投了英超效力纽卡素 说回意大利那边 当时当拿尼有承认到自己有参与赌博的 也都承认了有参与到自己有分效力的球队 AC米兰的比赛都有下注 当时包括了一场对着布伦西亚的比赛 但他坚持下注都是买自己的球队赢的 但按照相关的规定 只要有球员下注投注自己的比赛 所以金赛期无论是买输还是买赢 最低都要5年 但这次当拿尼又要考虑到他的前途 考虑到他的足球事业方面 所以他很配合 他一来就已经认罪了 所以就把刑期减轻了很多 就是现在所谓的10个月 再加上8个月的替代条款 英格兰捉中指控当拿尼一些什么呢? 就是20-3年的8月12日 到20-3年的10月12日 发现得到当拿尼在足球比赛上投注 是有50次左右 违反了英格兰捉中指控的规则 当拿尼有权提出他的申诉 就是2024年4月5日 即是下星期五 根据相关日期的推测 其实当拿尼在意大利那边 已经闻到一股脏 不太妥了 但是在时间点上 他很有可能是继续投注的 大家可以去想一件事情 既然那边知道已经赢了 但这边是继续投注的 看来是没有一个截停自己的心态 如果因为这样的 追加判罚会不会出现呢? 会是长还是短呢? 这一点暂时还未知道 因为实际上的内容是怎样的呢? 到现在外界是不知道的 不过根据每日电讯报那方面 专门报道柳卡素消息的 这位路基爱华士的记者 他就说 他看得比较乐观点的 他说由于因为时间性 就跟尔甲那边的指控 其实大家是有重叠了的时间 既然在那里已经承受了判罚 换而言之 在英超这边 就算是坐到他有罪的话 但应该那些是同期执行的罪名 除非他加长很多 如果不是的话 按照路基爱华士这位记者 他就乐观地表态 他会觉得 都是坐到今年8月份就会结束了 而柳卡素的球迷 都还是很疼他的 他就觉得当是一个年轻人 做错事而已 你让他一个机会改过 现在他也承受他自己所做的一切的责任 但是我们会去想 其实没有理由不知道 他不会愚蠢到不知道 是否投注自己的球队 其实是不应该的 我们又要这样看 历年来被揭发参与赌球员的一些球员 一些人士 其实他们的身份不低 很多都是国脚级的人马 理应在经济上 就不会遭受到什么太大的打击 那为什么都会忠告头下去呢 不如我们先看这个事件簿里面 其他都有份参与赌球员 当然是不同的案子 我想最近榜就是东尼 东尼刚刚才坐完波监 他被揭发的时候 在2022年11月中 他当时落算了英格兰世界杯的大军 被指控四年期间里面 一共触犯了232次的违反博彩规例 也就是说他是赌球员 英格兰足总在一个声明里指出 这个期间就是2017年的2月份 到了2021年的1月份 那期间呢 东尼就效力过斯坑索普 韦根 比德堡 和宾福特等等 多次参与足球的博彩活动 被人查到 原本我没记错 是262次的 后来就减轻了一点 但是也有232次 他就被指控行为不检 当时要他在一个星期之内 一定要作出一个回复的 甚至是调查了东尼有7个月那么久 可以说怎样都走不掉了 他被告知 就违反了英格兰足总E8这个规例 就是参与赌博违规 接着时间线 就到了23年的2月份 2月底那里 涉嫌为例投注的 宾福特前锋东尼 他就向英格兰足总坦承他的控罪 据报道所指 东尼就没有在自己有份参与的比赛当中 下注的 即是没有投注自己的球队 或者是自己球队的对手 但是这个仍然是不被允许的 接着到了22到23球队 接近尾段的阶段 英格兰足总终于宣判 开出一张罚单 他要被停赛8个月 罚款5万英镑 东尼在社交媒体那里表示 非常失望 是他感觉到 他也要即时被禁止比赛和训练 直至到停赛期完之前的4个月 才可以回到球会操练 停赛的时间到2024年1月17日 这个都大家清晰了 另外一位球员都是国脚级的人马 但是他自己没有参与投注的 但是他也遭受到一个被指控 更加大一件事的 他就是英格兰国家队的职位球员查比亚 这件事在2020年5月份 揭发了一个报道 就说19年的夏天 当时查比亚就由热刺 转头去到马体会 因为这样就涉嫌 违反了这个博彩条例 遭到英格兰足总的起诉 就说正是你转会这件事有关 查比亚就发表声明 他说我会 我是个职业球员 我会配合英格兰足总的调查 我也没有参与到赌博 信心满满的 根据2020年的12月份 英格兰足总裁定了查比亚 在涉及7项的违反赌博的指控 经过聆讯之后 有4项是成立了的 判决他要即时停止 一切有关于足球的相关活动 直至2021年2月28日 兼且要罚款7万英镑 到底实际上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根据媒体Dialectic的报道 查比亚当时 其实你可以当是那个夏天 2019年 跟几个老友基 可能坐下摸杯底吹水 可能不刻意说出来 我都应该会转会 去到马德里体育会了 想着Friend说一下 没所谓 接着被英格兰足总查到 就是他的朋友 有份去投注 收到材料就下注了 结果查比亚就遭殃了 所以也是那句了 其实足球的内幕消息 不是乱与别人说的 去到他们这个职业的范畴 吃得咸鱼就抵得渴 就算你要告诉你的枕边人 他一定不会下注 或者他不会再透露 给他的珠彭狗友知道 那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牵连甚大 所以为什么这些消息 要盖得那么密 另外一位 都是国家级别人马 这位球员 他同样也是 他自己没有参与过赌博的 谁知道这次 还结过查比亚那件事 他就是史读史盗力智 史盗力智被英格兰捡 检控他非法赌波一案 根据他们的《太阳报》 踢爆了更多的内幕 就是史盗力智涉及 在18年1月份 转会方面的事项上 投注 但投注不是他 而是史盗力智的表亲 这里是这样形容表亲 就是说他收到封 于是乎那些表亲 就和家人合资重注1万英镑 买史盗力智 将会转投去国际米兰 我记得当时这宗消息 也传得挺行 不过最后 临闻一脚叫《太阳报》 转会不成 令到这位史盗的表亲 他这次投注失利 没办法赢钱 但跟着一个屈美十 就买了史盗 他们的亲人 买了史盗 将会转投去西部朗 结果这次就收获甚丰 根据博彩公司的证实 史盗的一位表亲 就在2018年1月17日 重注1万英镑 买史盗力智 将会转投去国际米兰 当时的赔率是2.7倍 但最后就泡汤不成功 结果这位表亲 就和他的家人 已经说好了 大家加分买 赢钱就要扣回 但是输了 输了的这位表亲 就可能继续要向家人 投诉 大家答应了 说明是加分买的 彼此是不信任 于是这位表亲 就向博彩公司 赢取一个投注的证明 就是这个行动 赢取一个投注的证明 结果令到这一宗 叫做投注的事件 冬枪事发 仰了出去 收缩之后 再买史盗力智转投去西部朗 今次是中了 令到史盗力智的亲戚 有一个庞大的收益 根据同一间日博彩公司的资料 就是说 最高的赔率 史盗力智转会的西部朗 一度是高达67倍的 但是去到转会前的24小时 急跌到3.5倍 都比之前去国际米兰的2.7倍高 即是说 如果史盗力智转的亲戚 他的家人 在最高位投注的话 都真的挺和美聋的 史盗力智被检控 他曾经发表过声明 否认自己赌波 不过根据英格兰足总的赌波条例 那名球员 是严禁向第三者泄露内幕消息的 如果史盗力智真的向家人放风 就真的水洗都不清 又到了20年3月份的报导 史盗力智因为19年7月份 违反了博彩条例 英格兰足总决定宣判 判罚他停赛6个星期 兼够罚款7万5千英镑 都很重手 但是后来英格兰足总觉得不对劳 罚得他太轻了 要继续追加判罚 结果前后罚了他4个月的禁赛 由6个星期到4个月 也将他的罚款金额提高到15万英镑 今天说的事件簿罚钱罚得最多就是他 这样宣布重罚了 那我们有理由相信 肯定是史盗力智的表亲和亲戚 会在他转到西部浪的赔率最高位 或者差不多很高位的阶段出手 你想想罚都罚他15万英镑 都肯定知道他扔了一大笔 当时史盗力智已经离开了英超 就在合力土超的特拉布中 结果都无奈 要和特拉布中解除合约 他自己都不好意思 同样下单也是有关于史盗力智的 不是赌博 不过当是题外话 这个人也不清不错 当时他已经在效力澳洲球队拍施光辉了 那一刻他被一位美国的rapper 告上法庭 要他兑现两年之前承诺要赚钱 当时史盗力智是他在美国的家里 遭到爆涉的 连他的爱犬 他的狗Lucy都失踪了 随即袁雄说 愿意以任何代价 就找回他的狗 要出钱出钱 两天之后 就有个网名叫做 原名叫做 科士打华盛顿的一个rapper 在社交媒体上 上载了一张相片 就表示他已经沉获了 那只狗Lucy 最终他帮助到史盗力智和Lucy 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但是史盗力智 接着就发生了一个 不愿意找数的事件 结果就被人告上法庭 史盗力智是败数的 史盗力智就需要缴交三万美元 给对方 以及支付那个诉讼费用 据报这个钱 就和他当日承诺的 花红是差不多的价值 不过史盗力智就 不承认自己有收到法庭发出的 一些拘捕令 他就说 我人都不在美国 也都坚称法庭 把文件寄到狗家里 收不到 所以错过了听证会 而且他也否认了 帮他找回一只狗 就不是那位科士打华盛顿先生 他认为 帮他沉获爱犬的是另有其人 所以他就不肯给了 这件事我就没有跟进了 说就是这么说 到底结果是怎样的呢 有没有球迷朋友知道的话 就可以告诉我 我觉得挺搞笑的 都是不清不楚的 好了 接着这件事 发生在2013年 有十一年前 这个主角人物 就是安佐斯唐辛 因为被揭发赌波 甚至被逐出英格兰U21的国家队 但是他立刻认衰 悔不当初 当时他已经是热刺的球员 但是期间被外者去到列斯联 被外者去到百命汉 在酒店房看球 可能是作客 作客比赛在酒店房 看球很闷 他说了 刚好电视那里有场球 直播的 而在电视的宣传画面那里 也有一些即场投注 叫大家去买呀买呀 他结果就拿起电话 下载了应用程式 就下载了一点点 是不是好像各位球迷所说 就是看球不赌球 看你做什么 或者是下载了一点点 看的时候会更加辱劲 这个是说笑的 不知道安佐斯唐辛是否这样 然后被揭发 他就说 我知道我这样做 太有志了 我做错了 以为不是 投注回自己球会 就没事 结果不是 之后赌球公司也知会他 已经向英格兰U21匯报 他违反了赌博的条例 安佐斯唐辛那时候 才愚梦初醒 最后一个人物 这个就是英超向内的麻烦 他就是祖尔巴顿 这一宗新闻报道 发生在2018年 当时效力搬离的中场球员 祖尔巴顿 就向英格兰U21匯报 承认自己多次参与足球投注 但他被罚的刑期禁赛 是十八个月 即是一年半 英格兰U21匯报 也发表声明 证实了祖尔巴顿被罚 他参与投注活动的时间线 就是2006年的3月26日 去到2016年的5月13日 整十年时间这么久 期间祖尔巴顿就合力了 曼城、纽卡素、坤士帕流浪 马赛、班尼、格拉斯哥流浪 一共作出前后1260次投注 同样触犯了英格兰U8条例 除了停赛之外 也会被罚款3万英镑 巴顿甚至大胆承认 他说 是呀 我是有买自己球队输球 不过这个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 咦?我们先看看 2018年的新闻 他再说六年前的事 就是当时他应该在效力 坤士帕流浪 或者是外借马赛的期间 他又说 其实那时候 英格兰U8条 都不是查得那么紧的 对于这些足球博彩 哪有处理得那么严 另外呢 他强调 祖尔巴顿 他说他自己每次下场 都是付出100%的努力 并没有试图流力 而令到球队输球 他这个理由呢 我觉得好像 是似是似而非的 因为祖尔巴顿 向来的拦截都好 就是很硬正 下下去尽 下下去尽 这些下下去尽的球员 可能会令到 你有个错觉 就是他博的 他不是游戏的 是不是这样表面去看 就足够呢? 那他另外一个 为自己辨称的理由 就是说 他表示过自己很多次 一些有份参与投注的比赛 其实他自己没有份踢的 所以根本没有影响到 那个赛果 那其实你参与投注自己 自己的球队比赛 就已经是不行的了 这个也不是说 有没有份下场的关系 因为始终你的嫌疑 是不能够洗脱的 OK 就是这样了 那最后当大家 吹水地谈一下 有没有发觉以上事件簿的球员 都和某一间球会 都挺有缘分的 这间就是纽卡素了 包括当那里 祖尔巴顿 安祖斯唐辛 现在的查比亚 全部都是过去或现在 效力纽卡素 没有其他意思的 可能都是这么巧的 其实我最想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里 每个人数过去 那观之 代表过英格兰国家队一次那些 都是国脚级的球员 和甚至名气的球员 照计他们那份周身 他们那份工资 应该都不少 就是你想想 在他们这班 已经叫做最顶尖 或者叫做最顶层部分的一班人 那你如果对比回 那些英冠英甲英月那些 哇 人家那些找多少 是不是 这班人已经很好了 照解经济上的收入 是因什么事 触发到他们 这样去沉迷这个赌博 几百次 千几次 那麽多 难道是不满足 还是英超的职业球员 他们的生活 其实很枯草 可能操练太过严格严谨 令到个人觉得很佛味 可能有很多的球会 他们所处的地区 又不是有那麽多 夜生活消遣 不是五光十色 不是每间球会 都是在伦敦那里 那麽 那麽令到他们有 想想其他东西玩一下 再加上英国这个地方 岛从来都是五花八门的 甚至乎可能会受到 损友 或者亲朋戚友的鼓励 或者威逼利友 当然 无论怎样也好 触犯了这个规条 就是不值得鼓励的 OK 我们今集的节目时间 就说到这里